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来 赶快欢迎我们今天命运老师 首先欢迎我们的风水大师陈冠宇老师 大家好 今天欢迎吴美玲老师 好久不见 长久不见 有桃花 等一下来逼问 来来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 Amanda老师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人生的幸福旋律 青春永远最美好 我们欢迎两位 都是陪伴我们一起 长大的老朋友 他们最近好幸福 在干嘛 我们首先欢迎大南方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 郑怡姐姐 你确定你要叫我姐吗 你确定吗 小小的偷吃点豆腐 尊称 真的 70年代国语歌坛 一首乐琴 真的是大家是超红超红的 谢谢 这么多年过去 郑怡姐我们大家想 你还上过我们节目吧 没有 没有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 这一年其实你后来 你都移民在国外 对 我在加拿大 对不对 最近才回来 是 我们来跟郑怡姐聊天 说你从小就爱唱歌 说奇遇 奇遇是你踏入歌坛最大的原因 像我记得我是在高中的时候 我去参加跟我哥哥 他们的班的同学 去参加他们的一个 大学生很喜欢做那种 联谊的树营 救国团的那种露营 就是他们自己戏跟戏中间 也会有这种联谊的活动 原来有的是联谊舞会 你们是办联谊露营 然后有萤火晚会 对 对 但是呢 很妥 很老这样 现在想起来 那个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 对啊 对啊 你这样讲也没有 那个时候很时髦啊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就是在那个 你说的萤火晚会 当天晚上 知道 在山里面 那个山栏这样飘过来 然后奇遇 拿一把吉他 自弹自唱 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 森林里的小精灵出现了 就是不可思议 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 我都还觉得 全身忌皮疙瘩起 就唱得超好 对 你就觉得 那不是来自人间的声音 那是天上来的声音 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能唱歌给别人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听歌可以听到这么感动 也是很幸福的事 那是听到别人唱歌很好听 觉得说我也想 问题是自己能不能唱 也不知道 还是你知道说 其实他唱得很好 我唱得也不赖 那个时候没有想得那么清楚 但是你知不知道 自己声音这么好 多多少少知道嘛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想说 来来来 酥酥酥酥酥酥 面前唱两句 对不对 这常常发生的事啊 那也就是会唱 爱唱 爱唱 对 非常爱唱 那你小时候在爸妈妈 酥酥酥酥酥酥ă面前 都唱什么 都唱老歌 对 那个时候都唱的是 黄梅调 姚苏蓉啦 什么 对 之类的 唱一首老歌来 你真的要 frorm 别弄我 来嘛 我们今天就是青春的岁月 要唱什么歌呢 要唱什么歌呢 金天不回家 金天不回家 赌铃唱多好 大家掌声鼓励是不是 显然你也是经过那个岁月 你不要骗人 对 你还是要我唱吗 对 今天不回家 我是用乐琴的声音唱 今天不回家 会唱歌的人就是这样子 一张开口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还好吧 大南方还没聊天 先唱一首老歌 你是说我长得像小南方了吗 对啊 让人家看到我就知道 一下把你看小了 对 等一下就喊瘦南方 对啊 老歌老歌老歌来讲 你说老歌吗 对啊 老歌的话 青沙外 月盈盈 他高的嘛 我低的 这好好听哦 对 这听到都会挤鸡皮疙瘩 他就是整个缩起来好像上厕所的那种感觉 这是有内在的感动这样子 真好听 大南方的声音是很磁性的 真的真的不一样 那后来说当初那你那首乐琴的创作人是苏来大哥 苏来对 说他原来心里设定的人不是你啊 那因为苏来他以前跟我家住很近 那我们有参加过同一个歌唱比赛 就变成好朋友 那他那时候在当兵 他就是一休假回到家 他就跟我讲说 这里你赶快来我家 我又写了几首歌你来听听看 他觉得我就是去听歌的 然后走到他家去听 然后他正好唱了《月琴》那个歌 我想说月琴 那你想给谁唱呢 他就说我想给李建復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李建復不错 那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唱呢 你也是属于从小就属于脸皮厚 可以毛遂自见 不是 那是我们交情构深 那时候还是学生时期 大家都还是好朋友对不对 那我就跟苏来讲说 那你觉得我唱怎么样 他说那你来试试好了 当场就吉他拿起来就唱唱唱唱 他说不错 正好那个时候我们要做一张 三个人的专辑 然后我们正在收割 于是这首歌就变成我的了 所以这一首歌 这首歌我们先来听听 乐器 先讲几十年了这首歌 四十年 四十年不降key 没错 在唱一段 思想起 哦 哦 哦 我要先说哦 今天还没开赛耶 真的 太赞了 后来你从乐情 人家说红一首歌 红一首歌可以吃一辈子 可以这么说啦 这首歌四十年来 然后变成台湾的一首经典 然后好像百年歌谣里面 它也是其中之一 然后讲起台湾的传统的一些 歌曲流行歌曲 它都在历史的那一页里面 我觉得这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真的 后来过两年也会唱 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对 有得奖 这个歌勇夺佳基啊 对 得了什么 在当时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小燕姐的《综艺100》 它有一个排行榜 最红的节目 每个礼拜我们都要等它播榜 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礼拜第几名 所以要等着看电视 哦 揭晓了 我得了十三周的冠军 听听看 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要出唱片 只是当时我的老板说 哎呀 那你不要去打工了 你晚上多少钱我都给你 然后我就跟小男方说 蛤 你说是哦 可是我的才艺是唱歌而已 我就知道 我以为他要说 可是我的价码很高 我才艺是唱歌 然后培养了另外一项才艺 听听看 小羽来阵是吧 对啊 苦苦的这一杯酒 淡淡的没有滋味 你悄悄的就这样走 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到底是哪里做错 让你如此对待我 你悄悄的离开我 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 好棒哦 好棒哦 太赞了 有原因重现的感觉吗 有有有 大南方说 你跟小南方组团的过程 你们团名是早已注定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两个人是在实践认识 实践在念实践的时候 实践扎砖 我们各有各的搭档 参加一个学校的民歌比赛 我们是敌人 可是小南方想要去这个 当时候很风行的这个民歌餐厅 想要去打工 但是民歌餐厅 其实两个女生都要会弹吉他 我们各自的搭档都不会弹吉他 后来他在那个比赛就看到了 有一个女生弹吉他 他就来找我 我们两个就试了一首歌 多年后我们发现一个巧合 这首歌叫《美雪真春》 是包美胜的歌 第一句 开头两个字就是南方 我们今天这首歌 既然我觉得 以后看到这种会实力的唱将 都让他少说话 多唱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 下大雪 我到临风去探春美的消息 白的海是那 冷天片的飞雪 但梅花时是三灵通的热线 所以注定就要叫南方 没有 当时候我们在民歌餐厅 是用本名 林明化跟颜中玉 然后我们大概唱了三年半之后 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要出唱片 只是当时候我的老板说 你不要去打工了 你晚上多少钱我都给你 然后我就跟小南方说 你说是 可是我的财艺是唱歌 我就知道 我以为他要说 可是我的价码很高 我财艺是唱歌 然后培养了另外一项财艺 没有 然后小南方就说 好吧 那现在如果有人来找我们出唱片 我们就做一张来纪念 真的就 所以你们不是有新梦的 没有 你也是爱唱歌的 我也没有新梦 你们就是爱唱歌的女孩 而且是自己组二重唱 不是唱片公司把我们组合起来的 我们是经过不断的练习 然后就在餐厅不断的磨练 就变成了一组二重唱 当时候瑞星唱片 就是叶爱玲那家唱片公司 就来找我们 是 没想到我就跟我的 白天的那个老板就say bye bye了 因为我们就一直唱到现在 跟小南方 对 然后说当时你们 这个是什么 林秋梨老师写一首歌 叫我从南方来 对吧 这也是你们的主打歌的 当时候主打歌是 戏说往事跟不告而别 我们第一张专辑就拿金曲奖 不告而别 对 不告而别 听听看 不告而别 不告而别 只因为对你太了解 太了解再多说也不能忘回 真的耶 好好听 就是第一张专辑 然后我们就一直合作到现在 是唱了三十年 去年就是今年是出道三十年 所以你们发片才七年的时间 1992到1999 就得过三届的金曲奖 对 我们拿了三届 入围五次 对 我们当年大概也同时跑过一些宣传 效耗哎呀 有有有有有有有 其实当时候 赌灵你们公司有一组二重唱叫《风信子》 consistency 有没有 你忘记你的师妹 有封信子吗 真的吗 封信子有 好听吗 天际唱片 对 没有 他们就 其实二重唱要维持 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们红了 又收了很多的肯定 所以大家都想组二重唱 有 当时二重唱是男生 雍克里林 同期的 我们同时 有凡人二重唱 是 对 凡人 对 对 我就记得 你们还有好听的歌曲 邱逸上心头 对不对 我们有两种 一种就是新的歌曲 另外一种就是翻唱名歌 然后也有翻唱 这个郑怡姐的歌翻唱很多 对 她有唱我的歌 敲痛我的心 敲痛我的心 你知道吗 因为我当时在 心情这张专辑里面 那宣传期过了 所以我们还没有拍MV 宣传就过了 但是这歌自己红了 然后他们拿去唱这首歌 就变他们的主打歌 很好笑 如果你现在到YouTube里面 去搜寻 郑怡 敲痛我的心 跳出来的是南方二重唱的MV 但是是我的声音 敲动我 敲痛我的心 那你一起唱一下 我们两个怎么一起唱 对啊 这怎么这么一起唱 你敲敲敲敲通了我的心 用时间所有感情 你深深责备我如此任性 我敲敲敲通了你的心 你才是真的无情 尽伤害我 尽伤害我 这最爱你的心 太棒了 不准停 快点 秋意上心头 不能放过你 我们今天是来上歌唱节目的 就变成歌唱节目了 对不对 这么好听 不能放过你 秋意上心头 秋意上心头 火焰熊熊 燃烧以后 对 除了灰烬 还能留下什么 好 不能唱得太多 还有 1999年太阳恋爱了 第十届金曲奖最佳演唱 这是我们 我们拿了第四届跟第七届 还有第十届 太阳恋爱了就最后一次拿 对 然后我们拿了这奖之后 公司就收起来了 就被倡导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当时候老板就说 日本的Sony出了一个CD 靠CD的一个机器 那这样大家都不用玩了 对 当年 对 对 所以公司就缩编了 然后我们当时候 其实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们很像那种唱片公务员 一年出两张 一张新的 一张翻唱的 因为新出的很多 因为会出新歌跟翻唱歌 因为他们都是实力派歌手 随便什么芭蕾歌 拿给你们唱多好听啊 可是当时候我已经结婚 而且我生小孩了 所以我就 公司缩编我很开心 我可以陪陪我的孩子 而且我后面又生了一个 你一共生三个嘛 我就生了 三个 我有三个小孩嘛 两男一女 我就生了一个女 但我们现在的心情 就跟你们瑞欣唱片公司是一样 不想放过你 我应该要唱一首 刚才这个 因为那个 制作单位的人 可能是比较新 他以为那首歌是江慧的歌 其实那首歌原唱者是南方而重唱的 风吹风吹 是南方喔 对 因为这首歌是罗大佑 罗大佑写的 对 第一次帮孕妇制作唱片 那个孕妇就是我 对 风吹风就是他帮我们写的 我们在听 然后我们翻唱别人的歌 有的时候也变成我们自己的歌 像我那首 在心情那样专辑里面唱海上花 你有唱过海上花 大家都以为海上花我是原唱 结果原唱是谁 你听一下 政府的海上花 前走已经下来了 对 清晰 制作单位的人可能是比较新 他以为那首歌是江慧的歌 其实那首歌原唱者是南方而重唱 风吹风吹 是南方喔 对 因为这首歌是罗大佑 罗大佑写的 对 第一次帮孕妇制作唱片 而且那个孕妇就是我 对 对 风吹风吹就是他帮我们写的 我们在听 我们不想就问 我们是谁人的 风吹 你们这种天生就很会唱 很会唱很会唱的人 你看隔了这么多年 也有几十年了 三十年 会不会很痒很想唱很想唱 我们一直 他们一直在唱 我们每个月还是都有一些 他们唱得比我唱得还多 对 三副五十就看到 我们只是没有在上电视 对 真的好棒喔 你们一起参加民歌演唱的时候 那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早期的话就是 歌手在 因为我们的演唱会都是 很多歌手一起去参加 大家坐一个大巴士 到中南部 跑去我的学校 大专院校 几乎所有大专院校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我应该都唱过 然后大家在游览车上就开始玩牌 每次黄大臣就说 来来来 正一来坐我旁边 招财猫 然后他们就跟 木齐他在那里打扑克牌 然后到了现场就说 我今天是一演了 因为我刚刚钱都输光了 然后到了演唱会的会场 歌手在台上唱歌 大家在后面演戏 演戏是什么戏呢 那时候最爱演的就是赵树海 赵树海赵大哥就是 很喜欢出去 他戏影很重你知道吗 他一个人在后台等时间很无聊 他就会上去演戏 譬如说唱《雨中的故事》 就跟王心莲走到台上拿把雨伞 然后 即兴的 即兴的 然后对着观众就开始 就听到接吻的声音 之类的 对 那还有的时候就是 赵树海会牵着罗吉正 然后在台上走一圈 他就扮猴子 他就牵着一只猴子在前面走一圈 然后 对 然后呢 有一个人我们都不敢整他 那个人叫蔡琴 因为翻脸 比较严肃 蔡琴姐姐会翻脸 我们不能玩 然后那个 有一个人就是每次上台呢 他就是一直讲笑话 都是同一个笑话 我们今天那个听了几十次了 就完全受不了 大家都不要唱他后面 那个人是叶佳修 然后呢 每次讲同一个笑话 然后黄大成就会出去 看着观众看手表 看着他 你快点下来吧 大家要赶车回台 对 对 那个施孝荣会在台上跳芭蕾舞 就 大家就会闹成一团 对 你以前也不会跳芭蕾舞啊 对啊 我最早也是跳舞的 你要不要来跳一段 天鹅湖 现在跳不动 现在地心引力怎么这么重 我前两天还去看你的MV 真的跳舞耶 芭蕾舞跳得很不错 真的 何篤琳的歌也很红啊 对不对 一生能有几次选择 我不会的爱没有保留 好荣幸啊 是不是 有被李立芬翻唱过 我们的歌都有被翻唱过 真的啊 怎么这么了不起 我的天堂也有被翻唱过 是啊 然后我们翻唱别人的歌 有的时候也变成我们自己的歌 就我那时候 在辛勤那样专辑里面唱海上花 你有唱过海上花 大家都以为海上花我是原唱 结果原唱是谁 你还记得吗 珍妮 对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一些往事 我们对珍妮的海上花有印象 它是电影主题曲 对啊 也是罗大佑的歌 对 我们听一下 正宜的海上花 前走已经下来了 对了 清新后 是这般柔情的你 给我一个梦想 徜徉在祈福的波浪中 隐隐地荡漾 在你的背弯 是这般深情的你 摇晃我的梦想 在你的身上 缠绵像海里每一个无垠的浪花 在你的身上 水梦成真 转身浪影胸涌墨红尘 残留水闻 空流遗痕 愿之愿他胜 昨日的身影能相随 永生有时不离分 是不是公平歌曲 对 真是同一个年代 我们三位老师好像观众 你知道吗 因为我还小 他们做第一排的贵VC 没有 我们还小 没亲过 你不要假 因为我知道 我就会把你抓出来 我跟你说 没亲过 来来 讲到趣事 大南方小南方 你们这么文静的 在舞台上也会耍宝演出 我们的歌是比较 这个文静 文静的 但其实我们私底下 都是很活泼的 就跟这些姐姐哥哥们 都是在 都是打打闹闹 还常常比前台还吵 然后有一次 我跟小南方要出场的时候 其实我们歌手最怕 在台上有干冰这件事情 对 会滑 小南方就很倒霉 他就 我们欢迎 南方会冲吓 我们就很开心跑出去 怎么揪我 小南方已经滑倒在 在那个台上了 干冰里面摔倒会不见 会在那个冰里面 烟在烟里 对 可是他跳起来 马上跳起来 身轻如燕跳起来 这是我为所有在场朋友们 在开场前 先准备的一段特技表演 对 对 就是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 像我的话 有一次是 我们不是都会拍那宣传照吗 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摄影师 都是 现在都还有在拍像一个 黄中平摄影师 是 他也是导演 大师 然后我在他的摄影棚里面 我们就拍很多 我要换很多的衣服 然后我就 很奇怪 我一出来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笑翻了 因为我只穿了个裤袜 就跑出来了 上面是个毛衣 我已经穿好了 你穿成最近流行的 下半身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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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个裤袜是透明的 那这个就救不了了 不是 因为 有时候换太多衣服的时候 真的就会 穿傻了 穿得晕头钻像 然后就跑出去这样子 真的 你们明哥也有去国外演出吗 有 我们有薛慧桥包 对 我印象最深有一次是 我们在加拿大有一个后台 他后台是在地下室 然后我们 你知道我们明哥餐厅都 我们明哥演唱会 都是要有大合唱的 是 所以大家大合唱 全部都在台上 然后唱完之后我们 终于唱完了很开心 到后台的时候 不得了 地下室 地下室的那个后台 淹大水 因为那个马桶 全部变喷泉 所以我们每个人很狼狈 赶快捡我们的鞋子 捡我们的衣服 真的 而且那个水 已经到这个膝盖了 所以印象最深的 真是灾难 来来来 今天回忆好多有趣的 往事 我们问一下阿梅大老师 什么星座的人 真的 年纪轻轻 一开始这一辈 就注定是天后级的人 对 这一题 大家好好看一下 有可能你身边的人 或是你自己的孩子 就是未来的天后 我们今天从星盘当中的 几颗行星来观察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 火星 对 太阳 火星 土星 还有上升星座 好 那我们今天 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也会观察 土星这颗行星 因为土星在灾星学上 有很多意涵 其中一个意涵就是 土星与每一个人的 这种事业表现 社会地位成就也有关系 好 那我们都知道 土星它运行的比较慢 好 可能每两年多的人 我们这个同年代的人 我们的土星星座是一样 所以大家观察到 有没有某些年纪的人 某些年代的人 他们很容易就会有天后出现 好 原因在这里 好 像大南方姐姐 我们看一下 太阳在狮子座 上升是巨蟹座 火星是天蝎 土星是牡羊座 正宜姐姐呢 太阳上升 好 难怪你们两个是好朋友 对 都是牡羊座 火星 然后火星在巨蟹 土星在摩羯座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哪些星座特质的人 真的就是天后级的人物 首先第三名 如果我们刚刚讲 这几个部分有落在 你可以把你的商品 或是你原有的通路 去跟未来 跟一些比较大的平台去结合 然后把自己去创造副品牌 以前我们可能是店家 可能我一个商品 我可能是卖三千块的 但是我这个品牌 已经走这么久 我不能因为我的商品去降价 对 但是你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去做一个副品牌 你的价钱没有掉 你的品质没有掉 但是你可以这样 创造你的副业 或是 哪些星座特质的人 真的就是天后级的人物 首先第三名 如果我们刚刚讲 这几个部分有落在 天秤座的女生 原因是因为 多才多艺能文能武 两位姐姐暂时还没有上榜 但是你去观察身边天秤座的人 我们讲天秤座是一个开创星座 所以他们基本上很喜欢去学习 有可能是真的去报名一些课程 或是他自己会去研究 天秤座的人 他们其实是有点好奇心的 只要我没接触过的领域 我也想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一段时间下来之后 天秤座的人基本上 他们是真的是这种多才多艺 你去回想 我举例一下演艺圈好了 天秤座的代表有梅艳芳 是喔 对梅艳芳 天秤座的 关芝林 叶倩文 都是天秤座的 刘德华 对 能演戏 然后也能够唱歌 舞台表演 总总 就是说他们在很多的场合 都能够hold得住 好 所以确实也是这种 天王天后级的一个代表了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 狮子座的人 好 我们讲呢 站上舞台 就能够闪闪发光 好 这个大南方姐姐 对不对 就是这个狮子座的代表了 那你看狮子座代表 像我们刚刚讲的吧 大南方姐姐 或者是像这个张蕙妹 她也是狮子座的 其实很多狮子座的人 去观察喔 大家都会说狮子座很爱线 其实我觉得不尽然 她们只对自己喜爱的东西 很喜欢跟大家分享 好 就是说她们是很享受 去做自己要做的这种事情 比方像刚才大南方姐姐说嘛 唱歌一开始 你就是喜欢唱歌 对不对 也不见得有很大的心梦 对 她就是很享受 很投入在这种唱歌的时光当中 是 可是很多狮子座是这样子喔 嗯 私底下是怎么 一回事 怎么一个 什么模样是一回事 像大南方姐姐 刚刚在后台看到 真的像是林家的大姐姐 这是很亲切 但她只要一唱歌 有没有 那个气势完全不一样 是 这是狮子座 为什么她能成为天后 很多人在私底下 也都有好歌喉啊 听起来也都不错 可是你真的要她去表演 去给别人 唱给别人听 或是表演给别人看 她们会雀场 是 但狮子座真的不会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只要是她的兴趣 她很享受的时候 她跟大家分享 她那个气势就会出来了 是 所以自然而然 这种天王天后 就又诞生了 对呀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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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我们如果有落在 摩羯座的人喔 因为我们的特质就是 天后风范 而且兼具实力 刚刚看了 郑姨姐姐你的土星 我们讲土星 跟一个人的工作事业表现 社会地位成就有关 就落在摩羯座 是 好 真的 像摩羯座的代表的话 郑姨姐就是嘛 还有我们讲说 这个 巩俐 Coco李文 其实都是摩羯座的 唐娜 唐娜也是摩羯座的 我真的这样讲 其实美有很多类型嘛 小家碧玉是一种美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你真的要能够 这个在一个舞台上 或是不管你是工作上的表现啊 真的这种演艺圈的舞台 你要能够站上台 能够让大家这个目光 都集中在你的这个身上 其实有时候真的要有一点气势 嗯 自带气场 对 自带气场 而且那种是要大气才行 就是它是很沉稳的 你知道就是 像刚刚郑姨姐说的嘛 唱到一半 可能突然音响出了问题了 那有的人可能这个 这是比较害羞啦 或是个性上比较不够沉稳 他可能就会觉得 那怎么办 好 就会有点点这种闪神了 但郑姨姐就可以怎么样 我就可以hold得住 而且我刚刚讲了 摩羯座的人是兼具实力 你光能够有气势 他也不足以成为天后 重点要有实力 对不对 就是我可能真的像我好了 我可能真的在舞台上 也许我hold得住 但我的实力不允许我轻唱 这也是不行的 每个人想的不一样 他有实力他就直接把它唱完 对 对对 我们想说不行唱一半 领不到钱 赶快干唱 你把它唱完 对对 那也许这种是可以唱完 可是那大家的评价 也许就不见得是天后行的了 其实我要说 郑姨姐在19年有开演唱会 对不对 2019年 对 我有去听过 粉丝喔 对对对 开玩笑 现场的实力 真的是没话讲 谢谢 真是没话讲 现场表演唱歌 再唱一段 麦克风丢掉 不插电 不行 麦克风丢掉 好贵 要赔 明哥演唱会 为什么郑姨姐姐都是第一个 他是试麦克风的人 对 我最喜欢唱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唱完了以后就可以走了 你就不用在那边一直等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试麦克风 我没有再怕的 然后每次我唱完 就回来告诉你 我跟你讲今天麦克风 好唱还是不好唱 都是我去试麦克风 郑姨姐是标准的母羊座 喜欢冒险 你除了唱歌以外 说你另外做了好多年的广播节目 其实是你最喜欢的 我广播做了14年 我的起立世界 当年是台湾第一个 讲星座的节目 阿班达有听过我们的起立世界吗 有有有 忠实听说吗 你们那时候星座老师是谁 星星王子 星星王子 对 而且当年那个节目 是很大牌的节目 所有人都要上 你有上过 要牌 我有上过吗 有 有狗狗怎么会上不了 有啦 你有上过我的节目 我记得很清楚 我都记得说不管什么港星 什么大牌明星 都一定 所有宣传唱片公司 都拜托又拜托的 还好 你们这种当红的节目 过年都要 唱片公司都要送LV 送礼 我没有收过LV 不要乱讲 收的不是你 是另外一个 对 晚上的主持人 四伟姐 四伟姐 收很多包包 都是你的宣传奖的吗 你们这些公司的宣传 私底下那个八卦 那才是演艺圈最精彩的意思 你知道以前我们中广 曾经在仁爱路三段 就是地宝的位置 对 那我们的那个 外面的交易厅非常大 每天早上就开始宣传 来那里轮班 对 一播又一播 就等着看哪个主持人 这一节这一节 帮我播歌播歌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 确实是这样 那个年代宣传感情都很好 对 都非常好 大家都在那里交椅 换CD 是 家里面都库存一大堆 来来回到秘密题 美丽老师 什么心灵笔画的人 虎年财运 就要发发发 我们老鼠年 流年 还有虎年 还有兔年 这四年呢 是在改朝换代的年 鼠 牛 今年是牛 明年是虎年 鼠牛虎 还有兔子 兔 我们这几年呢 都在改朝换代 所以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头脑 我们所有的智慧 全部都要重新翻新 我们来看哪一些人 我们要赚钱 你不去转变你的思维 是很难赚到钱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这种正才 发发发的 这里要看我们人格 人格就是我们的性 加第二个字 我们的性加第二个字 我们正才有十二话 二十话 二十话 二十一话 二十八话的人 有吗 正义姐有 二十 二十二十八 对 二十八人格 我们的性加第二个字 然后那个笔画出来 就是有十二二十 二一二八的人 二八 就是有正才 我们我刚刚讲过 我们这四年 是要改朝换代的 我们不管你是餐饮业也好 或者是传产业 任何的产业 或者是纺织业 成衣业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在鼠年的时候 没有变 牛年没有变 明年虎年一定要变 你如果不变的时候 一定会被社会 给淘汰掉 因为我们会 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可能以前吃饭 我们会到餐厅去吃 我们现在是不是改为 外送了 我们衣服 以前会到店家去买 现在是网路买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呢 像这种正裁的人 就是在你的本业里面 去做改变 改变什么呢 改变你的商品的质量 就是你的良侣 很多人呢 就是因为网路化了 所以他都随便拿个 就是不好的布 也车一车就出来买 但是这样子 早晚还是要被淘汰 是 所以你还是要在这个时候 重庆去建立 你的新的品牌 因为这一波疫情 很多人就是随便嘛 反正就是大家拼价钱 然后都把那个良率 弄得很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改良 你的良率 还有要研究 你要有新的研发商品 像我们食物也是 现在以前可能都吃炸的 但现在因为养生 所以很多人呢 就会开始改良 他的食物 会想要吃原食 所以我们在商品方面 我们也必须去商品去改良 去做新的研发 不管你是保养品也好 食品也好 衣服也好 做新的研发 还有呢 再功能性要去加强 所以像正一姐 你是二十八化的人 像二十八化的人 天生就带岸材 你天生就是快没钱的时候 一定会有钱 所以你一路走来 都是好多人给你很多的机会 所以你更要去把握这个机会 对 那像有其他这些比划 尤其二十一化 二十一化人本身 他的意志力 斗志力 就是比别人更坚强 他不怕你有多少个疫情 他可能烦恼 烦恼个一个月 但是他不会想说 这个疫情关起来怎么办 未来怎么办 他只会想说 那我平台在哪里 台湾没有路走 我往外走 他自然会杀出伤心 那如果是有牛的 加上生肖鼠牛的人 那明年 你鼠牛吗 鼠牛明年的生肖 鼠牛的人 明年财运很好 拜托 你都鼠牛了 还问我们说 为什么要叫你姐 你本来就姐 都姐多 摆在一起也不觉得 那是你保养得好 好啦 謝謝 鼠牛的人闷很久了 但是明年苦年 鼠牛 借你过六十了 是啊 今年是六十大寿 真的还假的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看不出来 那个声音还是少女的声音 真的 我们要唱到八十岁 太好了 可以 好 继续讲鼠牛怎样 鼠牛的人已经闷很多年了 对 明年整个开运 太好了 整个大开运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但是我们走到正赚钱的时候 一定要先改造自己的思维 我们观众朋友也一样 你的思维不改变 你的财运绝对不会来 我们怎么叫政财 如果去创造你未来 真正的事业 所以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疫情 再在家里哀声叹气了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 这种富财 我们来看人格 那那个时候 正好有一个认识的人 他有一个面包店 是开在老外区 他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做 那我老公就说 好啊 接下来 接下来做啊 然后后来那你今年 开了一家 再开一个水饺专门店 我们是不是很胆子很大 你也跨界跨的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 这种富财 我们来看人格 当你的人格呢 如果有十五化 十六化 二十四化 二十五化的人 颜姐就有了 大南方有 有耶 她二十四 你是富财耶 富财 二十四的人 天生就是比较精细一点 你比较会未雨绸缪 正宜姐比较活在当下 开心 对 你给你任何环境 你可以马上去应对 但是那个大南方就是 比较会未雨绸缪 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规划 你如何去 比如说 现在我没有唱民歌 那我未来要跟哪些平台去做起来 我们什么叫富业 富业就是我原来的商机 去创造我附加的价值 所以当我们有这些 跟南方姐一样 有对到的数字的人 你可以把你的商品 或是你原有的通路 去跟未来跟一些比较大的平台去结合 然后把自己去创造副品牌 以前我们可能是店家 可能我一个商品 我可能是卖三千块的 但是我这个品牌已经走这么久 我不能因为我的商品去降价 但是你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去做一个副品牌 我变成做199可以吧 我是不对折价钱 但是我是做副品牌 但是疫情起来的时候 我的价钱一样没有降低 所以你如果走到这个富财的人 就是说你可以再创你的品牌 你的价钱没有掉 你的品质没有掉 但是你可以创造你的副业 或者是你本身可以去跟人家做结合 像南方就是这样子 像你本身在唱歌 我去跟很多的艺人 一起成为一个拼盘去唱歌 是不是把市场做大了吗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把你的声音 如何创造 我们刚刚有讲 如何把你的声音 创造更大的价值 那像我们台湾 其实现在很多餐饮业 也是很辛苦的 那你这些餐饮业 或许因为这个 你每天没有那么忙碌了 但是你可以有多余的时间 你可以把你的商品 如何研发 变成真空包或什么 我们跟大的通路去做结合 你是不是把市场给做大了 所以千万不要烦恼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 动脑筋想 动脑筋 那像我们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冬天越来越冷 冬天越来越冷 夏天越来越热 你也可以把面料 变成一个工人型 如果让它夏天穿得更凉 然后冬天穿得更暖 它一样都是可以变化的 所以像现在很多的家具 现在房子越来越小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电动式的 以前它可以移来移去组合式的 所以千万不要烦恼 就是我们把你的现在现有的状况 你如何去做改变 然后这样子的 你未来的商机会很好 所以记住苦年是冲的年 千万不要带大家 赶快动头脑 谢谢老师的鼓励 讲到动头脑 两位也都有开店做生意的经验 我们先跟大南方 结果这些年你都潜伏 跟老公潜伏在淡水地区 你们开了主题餐厅 那个火车主题餐厅 叫南方列车坊 开了20年 在淡水哪里 在淡水的捷运站对面 淡水捷运站对面 那就淡水的市中心了 然后一开的时候 其实我们生意真的 就非常的稳 然后但是我老公是 就是他没有请厨师 他自己就下去做 而且为了这个餐厅 他还去考证照什么的 你们餐厅有唱歌的吗 有名歌或者什么 没有 太小了 对 太小了 那他做厨 你闲得没事 你没上台唱两首 出去外面唱 去外面唱 这样比较快 他要带三个孩子 对 我要带三个小孩 是 对 所以你们这么多年 做起来说生意不错 但是为什么最近就喊停了 先生太累了 你知道做厨师 他当时候我老公没有手机 这件事情 他不用手机 因为都找得到 人永远在那里 对 他就被那个店 绑在那里 对 但是他不会无聊 因为他都在做火车的模型 对 他们店里有好多火车 在上面跑 你吃东西的时候就可以看 还有火车迷这件事情 他引发很多火车迷 到我们店里来 他们是一群怪人 你知道吗 很多宅男 不是 从老的到小的都有宅男 然后啵啵 这样看那个 没有 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比如说有律师 比如说有一些公务人员 捷运站的人 可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兴趣 就是玩火车 所以那一群人 常常在我们店里面 在玩他们的火车 有一天我老公就说 我累了 收 我二话不讲 不要坐了 为什么 因为他想休息 我们就把他收起来了 他说被绑在那边 都没有自由 对 没有生活 20年 对 20年 你又带孩子 又要出去唱歌 又要管店里 他都绑在店里 他不管店里 我不管店里 我就管小孩 我是去店里吃饭 对 我不用煮 老公好会煮 去他的店里 我以前在加拿大回来的时候 我就立刻杀到淡水去 我们可以在他的店里面 做一天 泡一天 从中餐吃到下午茶到晚餐 他们要打烊了 回家吧 这样 对 他就一直喂饱你 讲到加拿大 郑姨姐 你后来一度为了 为了先生小孩到加拿大 那时候是为了孩子念书 对 为了孩子 每一个人移民都是为小孩 对 听说郑姨姐在多伦多 开了个面包店 因为我当时移民到加拿大去的时候 我老公就讲 我们有两个小孩 然后我们如果每天都在家里 没事做 做吃三空 这不是个办法 他觉得我们应该要有方法 让自己落地生根 那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认识的人 他有一个面包店是开在老外区 他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做 你们不在华人区 不在华人区 在老外区 而且是在一个回教区 穆斯林区 穆斯林区 好特别喔 对 然后我老公就说好啊 接下来做 我觉得我也可以做起来 那他本来就是面包店 本来就是面包店 但是我老公不会做 我也不会做 这时候 这种时候敢顶下来做的 就是牡羊座是不是 还有我老公天蠍座 我老公天蠍座 也很有胆子吧 对 这种时候 什么星座会说 不要 天平一定说 天平可能会考量比较多 那天平就会那种 这边想想那边想想 考量很多 再来就是金牛座 可能也会比较保守一点 再来是牡羊座就冲出去 敢冲啊 也做得很好 然后后来那你今年 开了一家 在回来台湾 在台北民生社区 开了 开一个水饺专门店 方妮的小吃店 对 我们是不是很胆子很大 你也跨界跨的 不是我要先讲 我去加拿大待了15年 然后孩子大了 大学毕业 我跟我老公说 我要回台湾 其实都是想家 在两个月之内 我们把所有的工作 店收掉 然后一切事情安顿好 我们就回来了 然后回来之后呢 碰到疫情 疫情的时候 然后正好朋友有个店 然后没有在经营 他说那你们想不想 接下来做啊 那我想说也没工作 我们娱乐圈全部停摆了 那好吧就做吧 做什么 所有的事情 就是这么默默的开始 那为什么会卖水饺呢 因为疫情期间 只有水饺不会丢食材 你可以把它包起来冷冻 然后可以宅配 然后也可以放在店里面卖 所以你不会有丢食材的问题 那如果做不好就收了算了嘛 对啊 当时的想法就这样 哇 某杨座的冲就是这样的 有活力的 不怕的 我何止是开水饺店 我刚才讲演戏 然后在疫情期间 就是老师讲的 我没有闲在家里没事干 我开始做直播 然后做直播 这段时间几个月 我的粉丝人数 已经冲到快上完 我是回台湾 才开我的粉丝专业 所以某杨座是这样 就是有人来问你说 今天你要不要演戏 你要不要来唱歌 你要不要来说 你都说好啊 打断你 是我跟导演说 我想演戏 你有机会可以找我 请问 是为钱 还是为闲着没事干 还是为了 成就感 找好玩 为了我爱追剧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超爱追剧 然后看剧 已经看到非常投入的地步 我觉得剧 看剧其实会影响人很多 譬如说你看到跟我相同遭遇的 或者是你会有同感 然后我就开始想 如果我去演戏 我能够让观众看到我的时候 有那样的同感 有那样的感动 这件事情有多美好啊 追剧追到去演戏 所以牡羊座的冲劲 还不是在那边等着人家来问 然后说yes 他直接冲出去说 绝对是主动的 我想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对 好积极 非常 赞 赞 赞叹 来我们问我们的风水大师 陈冠宁老师 什么样的风水摆设 除了让我们往前冲之外 还会赚大钱 其实大家去观察 像金牛座的男生 基本上 要投入一段感情 并不是那么迅速 不像火象星座 爱就爱到了 对不对 就是赶快表白 赶快行动 金牛座的男生 他其实喜欢一个人 或是他的另一半的时候 他们比较会是那种 观察一段时间 觉得我们两个的 在这个什么 可能价值观蛮符合的 我们的金钱消费习惯 还蛮适合的时候 金牛座才会先投入 今天如果换另外一题 他们要扎的时候 其实也还蛮扎的 什么样的风水摆设 除了让我们往前冲之外 还会赚大钱 要赚大钱的话 第一个我们人生里面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赚大钱一定有公司 或是有开店 你有开店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摆设 让我们这个店的生意会好 那一定要从店里面去接收那种 宇宙自然的那种正能量 所以财气 老师一直看着我讲 对 那种财气 对 那种财气你要怎么去摆 你要想要赚大钱 一定要把它稳定起来 你不稳定起来就不行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另外还有 从我们家里面的摆设 我们家里面摆设 也是一种能量 所以外在外跟内在 两个地方 比如说店跟家 两个气都要同时的话 那相信你的生意就会做起来 相信就会赚大钱 那怎么做呢 那会让我们赚大钱 风水摆设 我们建议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就 收银柜台下方摆有五元宝大船入港 五个元宝 很简单的东西 你每一个我们开店 一定有收银柜台 收银柜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去找五个元宝 摆成这样的方式 就像一条船一样的 那摆在哪里 你不是摆在上面 你要摆在脚下 柜台收银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柜这个桌子下 如果你开始装修的时候 你就在装修的下面地板 就先给它埋在那个地方 从外面大门那边的时候 船头要转向里面 往里面地上 给它埋在我们的地板下面 这一个方法 但是我已经装修好了 我现在已经开店了 怎么办 我不能再敲砖 那很简单 你就用一个五元宝摆在地上之后 弄个木头箱 给它盖起来 你在那边 我坐在这边收银 我脚底下还是踩在这大船上面 最后把那个正能量引导进来 所以说开店不要担心 为什么我生意 很多人为什么店生意做不好 店生意开了 都没生意 没人 那我们常常就叫我 风水抗风水 那你要怎么去改变 风水外在没有问题 摆设都没有问题 但是气质很奇怪 就接不进来 就是没有那一股正能量 那重点我们都建议说 你很简单 你用大船入港去做一个异象 因为所谓的异象就是 你摆了之后 你会起心动念 就是事实上 你已经把这个桌坡里面 那个线 就像我手机没电插上线 插上之后 自然而来就有这个气场 柴气就跟着而来 你开店自然就人气 就会因为这种玻璃 我们的玻璃会干扰 周围经过这里的人 把他引导进来 自然就会产生我们的店 会赚大钱 所以很简单的做法 第二个介绍的方法是 在卧房白有金银堆满山的 这一种形式 金银堆满山 你看你还都有那首饰塔 三角 首饰塔的时候尖的 圈圈嘛 我们首饰很多 就挂一挂 反正你不管 不一定要存金存银 你反正就是 反正都是度的都无所谓 只要颜色 各种的颜色 我们风水讲是五行齐全 五行齐全的时候 这个塔里面有五行 金木水五都有的时候 就代表它的能量是一再运行的 那个金字塔一样的 金字塔运行的时候 这个气一直累积在这个地方 你在你卧房里面 你摆在卧室里面 你每天回家的时候 就把它挂上去 回出里面就给它带着走 就拿下来挂 都可以使用 没有关系 那这个塔都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买的饰瓶 夜市的都可以不管它 这个能量 只要有颜色存在的时候 在这个空间 你每天进到 视觉就扫描到 这一个能量源 所以就代表 你对赚钱的意念 就会特别强烈 那也代表说 你守财能量也相对的升高 那这种情况 你自然而然 你出去外面做生意 出去上班 你的意外之财 你想不到了 那钱财追着你 不是你去追 就很简单 用这些东西去做摆设 相信你的店里面有做了 家里面有摆的 你要不赚钱都懒 所以就让我们赚大钱的方式 用很简单的方式 去开启最好的运势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正义姐 跟大南方说 你们两位 是超级好朋友 然后你们两位的老公 都很贴心 我们两个很绝 都是天蝎 对 市座跟牡羊座的老公 都是天蝎座 这个正义也是 疫情期间老公 不准你出门 对 今年五月的时候 不是疫情开始吗 我们有一个方妮的小吃店 然后他就告诉我 你不要到店里来 你给我待在家里 而且天蝎座还会管制我 他很想要FBI 没事电话查清 你现在人在哪里 你有跑出去 没有 你乖乖待在家里 就是完全不准我出门 他说危险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你待在家里 然后他每一天 就带吃的东西回来 然后喂饱我 所以我整个疫情的期间 有三个月是完全没出门 所有的人都说 你老公怎么那么好 是 其实我也被闷坏了 完全不准出门 大南方说你常睡觉 会扭到手 然后老公会帮你洗头 你是故意的吧 不是 我的睡眠品质超棒 我就一睡觉 我完全就是不做梦 然后就一觉到天亮 可是我常常睡觉起来 我手就扭到了 因为我没翻身 太好笑睡太神 把自己压坏了 压坏了 那是手太娇嫩 可是真的就是扭到我就废了 是筋骨不好吧 对 我手就废了 完全不能刷牙 也不能洗澡 那老公真的很好 就会帮我做这些事情 家里没有那个设备怎么洗 不是啊 就两个鸳鸯浴 你一定要问到这个细节 感情真的很好 对不对 都有快六十了 老婆 来我帮你洗头 一定要洗这么大的头吗 我帮你刷刷背 原来你都是这样子 好有画面 感情好好 来 Amena老师 什么星座的老公 值得依靠 对 赶快看一下 我们看男生星盘当中的 太阳火星 因为这两个星星 都与男人的一个 男性特质有关 还有一个值得观察 就是所谓的下降星座 什么是下降星座呢 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 上升星座 对不对 像大南方姐姐的上升是巨蟹 正宜姐的上升是母羊 那我们节目会提供一个对照表 就是呢 所谓在上升星座 然后黄道正对面的这个星座 就是所谓的下降星座 所以你看哦 如果你的上升是母羊 在正对面的黄道星座 会是天平座 所以你的下降星座就是天平座 反之如果你的上升是天平的话呢 你的下降星座就会是母羊座 好 所以我们对照一下 像这个大南方姐姐 你的上升是巨蟹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到巨蟹 它在黄道正对面的星座 是摩羯座 所以你的下降会是摩羯 好 那可能像您先生的话 就要看它的上升是什么了 所以正宜姐的上升是母羊 所以你个人星盘 你的下降星座 就会是天平座 好 大家可以这样参考一下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男生的星座呢 如果有这三个落在 第三个就是 金牛座的男生 为什么值得依靠 因为我们重视承诺 而且会说到做到 其实大家去观察 像金牛座的男生 基本上要投入一段感情 并不是那么迅速 不像火象星座 爱就爱到了 对不对 就是赶快表白 赶快行动 金牛座的男生呢 他其实喜欢一个人 或是他的另一半的时候 他们比较会是那种 观察一段时间 觉得我们两个的在这个什么 可能价值观蛮符合的 我们的金钱消费习惯 还蛮适合的时候 金牛座才会投入 金钱消费 一旦真心 掏出这颗真心之后呢 他们会成为这种 很值得依靠的一个原因是 基本上金牛座的男生 话也不是特多的 话其实还蛮少的 可是他一旦说出口的话 他就会做到 我觉得这是金牛座一个 值得依靠的一个 很重要的特质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 摩羯座的男生 我们说因为 认真工作 提供一个物质的保障 摩羯座的人 确实他们不管人生当中 做什么重大决定 其实他们都会 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思考的 包括一段婚姻 或是一个长期的伴侣关系 而且摩羯座的人呢 基本上 他们的那个话 可能比金牛座更精简了 你要从摩羯的口中 听他说出一些 很动人的 甜蜜的话语 有时候真的是 需要一点点 这种耐心了 可是摩羯座 他们不会口头上 随随便便称赞你啦 随便去这种 奉承你今天穿得好美哦 跟一朵花一样 你好像一个刺眼的阳光 照耀我的人生 摩羯座不会说 但是他们会实际的做 很大一个方式就是 摩羯座的男生 在工作事业上 特别努力 然后呢 他会觉得说 我给家人一个安定的保障 一个环境 这是摩羯座的男生 会提供一个 依靠着肩膀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第一名呢 如果男生的星座 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一方面最好福气 这个瓜要好好的谱 因为你知道这个疫情啊 父亲呢 不是分手就是加温 我们试验呢 不是断掉就是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组 第一组就是五颗对五颗 第二组就是第四颗对五颗 第三组就是一颗对五颗 第四组就是六颗对五颗 第五组就是三颗对五颗 凭第一直觉 第一名呢 如果男生的星座 落在天蝎座 因为我们是细心观察 而且会提供深情的呵护 真的两位 刚才好像说 正宜姐的先生就是天蝎 对 是天蝎座 其实讲真的 今天上榜的这个 这是个男生的星座 基本上他们都不是那种冲动型的 对不对 你会发觉到天蝎座 其实他们很多事情 是非常基于小心谨慎 所以他们的一个反应 他们的观察其实很长的 好 再来一定会有观众朋友说 老师 可是上榜的男生 我觉得他们没有很可靠的感觉 我刚才一再强调 他们是观察之后付出真心 才会给你一种很有依靠的感觉 要不然我讲实在话 今天如果换另外一题 他们要扎的时候 其实也还蛮扎的 但回过来 天蝎座的男生 我们讲了 他们就是会那种很细腻的去观察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成为伴侣之后 他们会怎么样 很细心的观察 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种种的 你需要的部分 跟你没有想到的部分 天蝎座的人都会替你想到了 好 再来就是天蝎座的人 我们讲他们其实也是真的很深情的 好 像刚刚南方姐姐讲的嘛 身体如果有一点不适的时候 其实天蝎座的人他们也还蛮喜欢 帮另一半提供一些服务 他会觉得说我们有一些这样子 我帮你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有一点这种肢体上的一些接触 其实是我们情感深刻的一种象征的 其实你跟天蝎座的人互动的时候 如果你会觉得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靠自己 反而天蝎座的人会觉得 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也就是今天 如果你的另一半有上榜的话 偶尔适度的让他有一些 可以去表现的地方的话 其实大家的互动 都会更加的这种幸福美满了 提供给大家参考 接下来我们风水大师陈冠宇老师 什么样的风水摆设 可以让夫妻越老越恩爱 在我们怎么样去创造家庭 家庭里面的那种恩爱指数 越来越老越升华 所以说卧房的建议的第二个方法 叫卧房的西北方 白有双路顾家的雕塑 双路 家要有财路 那还有圆满 所以顾家 所以这个中间 这些雕塑 这中间有一个圆的东西 就家庭圆满 那有路在这个地方 就代表这个家有财 要用钱不用担心 为了只要去借钱那种痛苦 那个家永远不会和谐 所以这种情形 那路还是 而且摆设当中 还要有高低 叫有尊卑 夫妻之间还有高低 不能说全部两个 就一样高的时候 那种 两个就是竞争 那夫妻就逗 所以有时候夫妻的和谐 绝对不是什么事 一定要拿出来协调 夫妻不用协调 夫妻要用印心 夫妻恩爱指数的时候 他是要用copy heart 你一定要把心印在一起 这个路 一个高站的 一个比较贵下来 低下来 所以这两个路 在有高低的存在的时候 就在这个两个人 相处得非常融下 那彼此 雇中间这个家 那要摆在西北方 为什么要摆在西北方 西北方就是蓝主人 所以蓝主人 为让他有地位 你把他供在那个地方 他自动对家有责任 所以有蓝主人 你不要 对 你给他放在西北 都是老 老妇 老妇的时候 他就自然他位置要静 他在这个地方 鎖住这个卦位 就是气场 所以摆在西北方 就是让这个位置的人 就要顾这个家 所以我们说 叫做双路顾家 所以很简单 就可以造就夫妻的恩爱指数 越老越恩爱 那所以有很多年轻人 一直结婚 又不会很好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把这种雕塑摆设 放在家里面 自然也可以创造 两个夫妻的恩爱指数 一直升华 这是第一个方法 我们来建议 第二个方法说 在卧房的床尾摆有 恩爱有余的雕塑 恩爱有余 两条余的雕塑 那卧房里面 绝对你不要去摆鱼缸 我很多观众朋友说 我要恩爱有余 就要养鱼了 养鱼缸在里面 那会怎么 鱼缸是水会湿气 所以风水水 讲的时候 在家里面房间养鱼 还是不好的 为什么 湿气过重会造就什么 身体上的结构 新陈代谢不好 那会带来给我们的酸痛 所以不要再卧房养鱼 那但是卧房 你要恩爱指数 要如鱼得水 我要像这个鱼的 如鱼得水的时候 只有摆雕塑形体就好了 所以你去看摆神仙鱼 或是你可以摆KISS仪都可以 这个鱼的名 它的名本来就叫KISS仪 那摆得给 神仙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 摆设在你的卧房里面的床尾 为什么要摆到床尾 我躺下起床以后就看到了 我在我对面就有 所以这代表 这一座床上的两夫妻 躺在那眼睛一瞄 往房尾看就看到 就代表这夫妻如鱼得水了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家庭里面 能够走得更恩爱 让我们才去家庭更圆满 那我们建议说 用这种方法来摆设 而且还会越牢越恩爱 所以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我们接下来问一下美玲玲老师 林朱瞻谱 要谱什么呢 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一方面最好服气 这个瓜要好好的谱 因为你知道这个疫情 父亲不是分手就是加温 我们事业不是断掉就是更上一层楼 那现在的人都有千丝万缕的 到底我要先顾事业好呢 还是顾怎么样好呢 还是搬家好呢 还是移民好呢 所以有千丝万缕 所以你等下挑到了哪一个呢 就是说你现在你有 可能有五个问题 那你就先解决当下这个问题 那就是对的 就会有好福气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组 第一组就是五颗对五颗 第二组就是四颗对五颗 第三组就是一颗对五颗 第四组就是六颗对五颗 第五组就是三颗对五颗 平第一直觉 来 到南方 一 一 来 正一姐 我喜欢三号 三号 五号 五号 我选四号 四号加一 好 我们来看 我们只有第二组 现场没有人挑 我们来看观众朋友 有挑到这个呢 就是说你现在心头很乱 然后你现在当下最需要的是 解决什么事情 因为你在这方面是最有福气 所以我们来看 二号 当你挑到的时候 是在桃花方面最有福气 你知道这个疫情 好多鸳鸯都拆散了 但是当你普到的时候 比如说你跟你另一半 正在争执或什么 这告诉你 其实这个感情还不错 你可以好好的去调整 两个彼此之间的观念 其实他桃花是会升温的 会加温的 或者是说 哎呦这个人 我跟朵琳搞暧昧搞这么久 到底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看是怎么样 直接问 对啊 朵琳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不用 那很勇 不行 可以拒绝太直接了 这个呢就是说 你在桃花方面是好福气 所以你可以趁这个时候呢 把你的感情给定下来 或是夫妻之间彼此在吵架 哎呀到底是要分还是要合 你不妨可以再试试看 或许呢 会解决你们的问题 会让你的感情更加温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这个 第一就是 我们第一组 就是在南方姐看了 我们看观众朋友挑到这个呢 是在哪一方面是好福气 这在家庭 你知道很多人啊 家里吵吵闹闹的 这个疫情啊 很多家里都不平静的 爸妈跟自己吵或兄弟姐妹 或夫妻啊什么 大家吵闹 这代表说 你补到这个瓜 你们家庭问题即将解决了 我们说家和万事心 这代表说 你的家运是即将越来越好 好 我们来恭喜你 我们来看冠宇老师好了 好吗 我们看冠宇老师 跟观众朋友挑到第五组的话 是在哪一方面呢 是最有福气 我们看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 人际关系都没了 因为都是关在家里 宅在家里 不是追剧呢 不然就是耍费 所以有时候 连打电话都懒得打 连发讯息都懒得发 所以人际关系 会越来越窄 所以在当你补到这个瓜 你人际关系 开始好起来 开始旺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借由 我们快年底了嘛 我们跟大家 就是跟一些好朋友 或跟一些贵人 曾经是我们的贵人 寒暄一下 你在这方面 人际关系 就会非常好的福气 自然就会增加你的贵人 我们恭喜你 那再来呢 来我们看一 我们一呢 观众朋友挑的 跟这个郑怡姐挑的 我们看在哪一方面 是有好福气 我们恭喜你 这个是 看着三叔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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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在财富上面好福气 这个呢 恭喜你有包不完的水饺 水饺都不是我包的 其实水饺去 可以去跟一些大的通商 去做结合 它市场是很大的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挑到这个呢 这代表就是说 你现在可能你在想说 我到底要转职好 或者是我要换工作 或者是要怎么样 你现在耽误自己 就是先开拓你的市场 当你的财富好福气的时候 就是好好的去开拓你的市场 那自然会增加你的业绩量 那我们恭喜你 那再来我们看 我们也要恭喜杜琳 我最爱做杜琳了 杜琳跟Ameta老师 还有观众朋友 这个呢 是大家最需要的 现在就是事业 事业好福气90分 90分 非常高 因为这个疫情呢 大家很多的事业体呢 都已经结束了 那当你捕到这个话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想说 我这个事业是要收起来 还是要继续 还是要怎么样 你可以先把你的 不管是家庭问题 感情问题或什么 先把它抛在一边 当下最重要的 先解决你的事业问题 把你的智慧 把你的思维 全部放在你的事业上 自然你的事业 会有很大的好福气 我们恭喜杜琳 谢谢老师 谢谢来宾 谢谢收看 拜拜